要求我跟林志堅道歉 永遠超過我的死心 有這麼扯的事情 一秒人火台北新院王世堅 就是這麼簡單 我最不該道歉就是向林志堅 林志堅應該向整個社會道歉 使肩非比肩 連續三天炮口對準林志堅 再加上立委高嘉瑜 一句超真式行政失靈 讓綠營內部炸鍋 要求對兩人開閘 高嘉瑜姿態放低 還是擋不住黨內批評聲浪 很多的黨員或者支持民進黨人 對高委員的說法有很多的不同意 甚至打電話到中央來 要求處理他嗎 很多疑情是這樣反應 有支持者跟你抱怨高嘉瑜嗎 或是接吻 多多感情 不過我覺得這都是黨內需要有不同的意見 黨內同志就算想緩加 也得自爭俱焯 反觀國民黨聲援力道 一個比一個大 議員有時會發文 統計2018年到2022年選舉結果 發現民進黨在港湖沒高嘉瑜 根本外強中肝 更點評是民進黨不能沒有高嘉瑜 王洪威也喊話民進黨高層體會民意 這一刻對高嘉瑜跟王世堅來說 黨外似乎比黨內還溫暖 三立新聞 張浩義 劉安靜 讓我們今天新竹特別報導